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消失超过两个月的时间 国际舆论不断追查他的下落 外界盛传他恐怕已经被失踪 也有多位专家推测他可能已经或是将要受到牢狱之灾 中央社报导现在就连各国的网红跟部落客都加入寻找马云的行列 纷纷在社群媒体上面推测马云的下落 另外根据网络消息指出 马云前两天跟朋友见面的时候曾经吐露真心话 后悔他没有提早离开中国 才华网报导持有蚂蚁集团大约1.78亿股的中国投资公司 春华资本董事长胡祖六 13号表示他相信马云平安无事 他说尽管蚂蚁集团IPO受到阻碍 业务在中国监管之下也将面临整顿 不过他依旧对蚂蚁集团的未来保持乐观 而自由亚洲电台引述野火消息报导 与马云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透露 马云只是在避风投 避免自己成为公众矚目的焦点 在中国监管机构决定对蚂蚁集团采取核中举措的时候 他随时联系的上 据了解他现在人在杭州也就是创办阿里巴巴的地方 文章指出马云过去经常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等国际会议 而他突然消失也令外界震惊 2019年中国著名隐心范冰冰也一度消失四个月 后来他在微博上面宣示手中中共 并且因逃税等违法行为被处于巨额罚款 报导指出去年11月有消息人士上华街日报证实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亲自交停蚂蚁集团IPO案子 当时外界已经意识到 马云有一阵子没有出现在公众事业的时候 关于马云下落的谣言便迅速蔓延开来 报导分析在中国监管机构 针对就蚂蚁集团阿里巴巴未来做出决定之前 外界很可能都见不到马云 如果马云在中国监管机构做出决定之前出现在公众面前 他可能是要面对他还没有答案的疑问 还可能不小心说出再次令他陷入麻烦的言论 而针对马云的下落 目前联系到阿里巴巴一名发言人讲求评论 不过他拒绝透露马云下一次公开露面的时间 另外自由财经引述网络上消息表示 马云前两天跟日本朋友见面 并且奥会地表示自己相当后悔 应该提早离开中国不应该的蚂蚁上市 美国总统川普任期剩下一个礼拜 澳洲ABC新闻获得一份有关美国国安的文件 解密川普政府印太战略布局 包括不让中国在第一岛链有海空优势 将台湾列为第一岛链伙伴 连同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等盟友对抗中国等 由于这份文件提前30年解密 学者认为是川普政府想要为下一届的拜登政府带来压力 以避免拜登政府对中国政策方面有太大的转变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根据这份实业的文件 可以看见部分内容经过土黑编辑处理 文件显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优先事项 首先是阻止中国对美国以及其盟友采取军事行动 不能让中国在第一岛链有持续的海空优势 再来是保卫第一岛链的国家包括台湾 第三是主导第一岛链以外所有领域 美国应该协助盟友跟伙伴增加安全实力 确保他们不会受到中国胁迫 不过这份文件被归类为机密档案 却提前30年解密 美国政治风险管理顾问方恩格认为 川普政府这么做 一方面是要留下历史知道的记录 一方面也是要逼迫拜登团队在短时间之内 不能对亚太地区有时是对中国政策做出太大改变 BBC中文指出 随着俄罗斯跟中国加强军事合作 俄中在印度洋的合作 也对美国的海上主宰形成挑战跟威胁 2017年中国建立自己第一个海外知识基地 显示中国海军加强在印度洋的部署 俄罗斯跟中国海军近年同南非跟伊朗也举行过两次联合演习 同样被外界视为俄中海军聚焦印度洋的证据 事实上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构想 包括21世纪海上思路之路 这种同印度洋沿线国家加强海陆联系的做法 被美国军方称作为真逐连战略 不过中国这些举动也引起印度警觉 印度把俄中加强政治跟安全合作 看作对印度的挑战 这也使得一向不太跟他国结盟的印度 加强跟美国之间的巴拉马尔演习 去年除了日本之外还加入了澳大利亚 被视为印太区域国家联手指红中国 国际在政府组织人权观察 13号发表2021年世界人权报告 其中恒大篇幅聚焦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情况 报告批评中国在人权方面处在自1989年 天安门学生民运运动被血腥镇压以来最黑暗的时期 综合媒体报导 人权观察这份报告的中国篇 分别就中国在防疫、香港、新疆 打压言论自由、大规模监控等方面 会整中国政府迫害人权的行径 报告首先指出 中国威权主义在疫情之中得到充分展现 中国盈利疫情已传播谣言打压催哨人 严厉采取封城举措 报导疫情真相的人士遭到逮捕 拒绝国际社会调查 并且对染疫死亡的家属实行监控跟骚扰 同时人权报告也将香港问题 列为中国人权恶化的首位 香港国安法是自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 对香港人自由最猛烈的攻击 刚复大量拘捕民主派人士 愿荣光归香港禁止在校园传唱 就连喊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都被视为违法 香港新闻自由、此夕恶化 部分社运人士被迫逃亡 而中国政府持续消灭新疆维吾尔族 以及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的身份认同 大批穆斯林遭到任意拘押 被强迫劳动 接受大规模监控以及灌输政治思想 从2017年开始 中国在当地新建超过260座巨型的拘押设备 目前依旧有为数众多的穆斯林遭到关押 报告还批评中国当局持续打压维权人士 言论自由持续恶化 例如一度遭到逮捕的前清大教授许章润 日前被判刑的红二代任志强 中国还以寻衅滋事罪名拘捕并且起诉许多网友 报告还批评中国持续推动宗教中国化 同时借助疫情推出健康码监控民众 在新疆使用人脸病逝系统 人权观察执行长罗斯表示 中国依旧是全球人权的最大威胁 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经展开 自1989年六四天安门镇压以来 最密集的镇压行动 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在2018年底 被加拿大警方在温哥华机场拘捕之后 一直住在温哥华的豪宅里面 日前她的律师以疫情为由 争取放宽孟晚舟的保释条件 却意外接入孟晚舟一直过着奢华的保释生活 综合媒体报道 根据先前保释条件 孟晚舟只可以在法庭委派的保全监视之下 在距离温哥华160公里的范围之内活动 晚间11点到上午6点不可以独自外出 而每天24小时都需要佩戴脚踝 在电子监控设备 她的丈夫刘晓宗12号以政人身份出庭表示 负责监视孟晚舟的保全团队 每天派出的工作人员均不相同 跟孟晚舟同车的三名保全 让孟晚舟担心自己会被保全传染武汉肺炎 她还表示孟晚舟有高血压病史 加上过去曾经因为甲状腺癌动过手术 因此有比较高的染疫风险 她还表示孟晚舟时刻被保全团队监视 家人外出用餐格外引人注目 严重影响他们的家庭生活 而据了解孟晚舟还曾经收到装着子弹的恐吓性 不过这段话遭到法庭反驳 孟晚舟保全团队总监马兰德表示 孟晚舟曾经多次跟他人集体出游 去购物旅行 在华为员工家里开拜队 而去年圣诞节 他们还包下饭店跟14个人聚餐 这些行为明显已经违反限制令 此外去年5月 孟晚舟也曾经公布她跟一群好朋友的合照 里面所有人都没有佩戴口罩 她跟目睹孟晚舟跟其他人先后喝同一杯咖啡 共用一个杯子 马兰德表示反而是保全们比较担心 被孟晚舟传染武汉肺炎 马兰德还表示 其团队曾经收到恐吓性 以及由中国官员对他们发出威胁 要求加拿大批准孟晚舟回国 据了解 卑斯最高法院将在本月底决定 是否批准有关申请 不过加拿大司法部在聆讯展开之前的一封电邮中显示 控方坚持现有保释条件是适当而前有必要的 没有理由做出更改 报道也提到 跟孟晚舟奢华的保释生活不同 两名被中国拘捕的加拿大人士 不仅每天要接受盘问 而且牢房的灯还不能关掉 只能居住在单调灰暗的牢房里面 可能也无法聘请律师 甚至连跟家人的面都没有见过 真正一封 Screen 真正一封 好 好